今年郑州的文博圈有一件大事 就是郑州商都医址博物院 即将在4月份正式对外开放 想知道这所博物院 运用了怎样的数字化技术 让我们穿越3600年前吗 走 现在咱们就去探索一下吧 位于展厅中央呢 是一段数字化的视频 向我们介绍了郑州商城 3600年城址从未转移 人脉不息 文脉不断 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这个沙盘非常大 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前面这个沙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沙盘呢 其实是通过一种升光电的技术 像结合郑州的地形图 遗迹的分布图 总体向我们介绍了 郑州商城的整体城市布局 和它的宏伟规模 颜面我们看到呢 是紫禁山路城面断面遗址的复原展示 这个呢是用一个3D打印技术 为我们呈现了当时内城墙的一个铺面 那这段城墙呢 也为郑州商城3600年城址从未转移 提供了强有力的作证 这个视频呢 其实通过一种现代的升光电技术 通过两个小人走入华州 历经春夏秋冬 来一起领略当时一个八景的盛况 博物它不是我们这个广的真正的强项 我们的强项呢 就是想用这个数字手段 来把这个博物的这种短板给它补上 下面还要做一些数字成展的一些提升项目 等到4月份左右开关的时候呢 会全面地展示我们过关的一个 整个一个形式的这种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